KID 人工 《云词と云诗》 《云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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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池哥,你要去哪里? 倫,你回去陪玉汐吧 我想静静 静静。嗯?静静是谁? 我竟然在书里躺着 学个新词叫种草 嘿别说还真形象 不过这个词算是你们搞出来的新含义 但是种草就是 也是咱们玩剩下的 看你那个表情还不幸呢 竟然本尊就说了给你讲解一下 当年五帝宜 张迁万里行西域 一为正则四方 二为广开四眼 这良活张迁干的都不错 但他还额外做一些其他的事 这张迁和本尊差不多 也是个出色的品鉴大师 到了西域以后 没少尝试当地的食材 其中一物火为得意 此物皎洁无瑕 小巧银楼 或于指尖片刻香味即可存留 一如口中是如天地之灵贯通 精神百倍 而后味道沉沉是深度 经久不明 张迁甚爱不已 后来他把这个东西带回中原 四处向你推荐 没多久这东西就轰动中原 怎么样 这是不是你们说的种草 我都猜到 你们一定想知道 当天带回那屋就是什么东西吗 古言道 吃饭不吃蒜 味道少一半 诶 诶 诸位 诶 你怎么来了 诶 那这不是看猪卫之前心事重重吃的也不胜 出事 所以边巡之师找得过来啊 行的行的 换说有什么事吧 不愧是女侠才是敏捷 这个小哥想起猪卫侠事帮个忙 小哥知道咱们本身比不上猪卫大侠 但都是猪卫正肯班长 他的这个咱们干脑徒弟啊 说得这么严重 到底是什么事啊 我连少使头脑不清 曾经干些糊涂事 后来的灵机大 想把那些事抛之脑后 却总有些不甘 也不是怎么着 一时奴卫便早着会写字把往事记下来 谁曾想就前一阵子 我已经从江湖上听见自己的故事 那狗的东西定是将我的故事写的画本拿出去卖的 这传播 神的东西 我一个小人物怎么可以收回 想了之后 传播中神宗广大长城客栈能行此事 放心 小的不相当就会替我 骁劳于长城客栈能请 只要诸位 他日在见长城客栈的人 人只会在下一生 即可 剩下的在下自己解决 还是没见过你这么正经的样子 OK 莫不是酿出这桩祸坏的人 是阿秋的首人 听说之前那遇到的小摩斯 坚政与莫举素来交恶 不会是他吧 严重放死瘦 祸害一方 有没有小摩斯果然都不是什么好的东西 这种放 我是要抓捕他 阿秋 他好像说的是真的 蠢货 强行令我分身 打动了手法 十字眼马上就要失控 我莫加机关 机关执法精妙 区区一个十字眼 有什么难以对付 不要吵架 主位 为放出我莫文独有的陷阱 在那些食物饮饿期间 即可捕获他们 且先助我 看来坚政与莫举交恶的从我 还真是一点都没错 还是我们莫取的机关术精巧 有个小摩斯果真是老样子 做事鬼鬼祟祟 对 从来没有冠冕累禄的气概 你们莫取也不差 这里的事做不利索 还要换别人的好事 放屁 擅长知识明明是你们自己搞啥的 却总是要将肮脏的水 泼在莫取身上 我看啊 我们那什么压师就不该理你们的 让你们自身自面就好 你一个小丫头 我劝你还是谨言盛行 那我们是压师原理 我们早下将你那些商门给铲平了 先把你们的事给弄好吧 别再让圣堂知识重演咯 你 懒得和你计较 下次再见 莫再坏我知识 告辞 阿秋 他到底是谁 小摩斯的坚证 一个时候说一些没用的废话的傻子罢了 你这些都是门派纠纷啊 好 我这边还有一个那我们先解这个 呀 又是又是你 康平式的义杖 现在来了要不要进来休息片刻 好休息休息 华 华蛇 你怎么在这儿 你不是要去 藏匙 上次和你在 和乐楼那些所谓的汴京民室品酒 品鉴九字渡旋时 我就已经有输过 你和人走得太近了 对我们来说他们可是宠物 可以是工具 甚至可以久之渡旋的食材 但不应该和我们一样是生命 就像那些村子的村民一般 他们愚蠢 粗皮 野蛮 只要一些恐惧 就能让他们亡 亡愿是非 所以 是你下个手 要怪 只能怪我们分别这么久 我变了 你却没有变 几位 化石用束缚 束缚我的身体 这台叫我电话 缺我内担 你们却打乱他的施法 放弃 我们电话获免周全 那这相比 本一会再 再会必是把酒演换 却不想进去冰龙相见 我有个问题要问你 这弱大的祥摩斯 你偏偏选我 罢了 你若不愿说 我也便不问了 许是你像你说的 我们分别太久 久到甚至 超学不出你已经变了 我母亲走回了自己的真实之物 有整的安心成就打眼 你还好吗 爱莫大于心事 我想自我放逐 去那春风不渡的地方 好 结束了 这个 这线应该算完全结束了 一日沙洲客栈内 阿良 你怎么如此貌似 现在背着我和依依去拿那个遗迹 科盘事关天下参生 你怎么能这么把科盘交出去 我不认识什么天下参生 我当初只认识你们 你 于西 还有陆绍一 阿良 你是死人遗鬼选中的人 你和我们都没有力量 你必须以大学为重 哼 什么力量 我招出英零 让他们为我而战 但这不是我的力量 你是死人遗鬼 赋予我的 从来就不是我自己的 我有什么力量 哈哈哈哈 于西 我连你们 我都保护不了 我不需要你的保护 阿良 我 我不是你想的那般 阿良 那个事先成御脸 别管什么御眼的于西 就你和小不脸 是我御辞一样的选择 但也不能自苍生不顾 科盘都被那黑一只人拿走了 让他醒了之后 剩下那一片 剩下楼兰换成 将幽影重新能见 那我 于西 我没说不管科盘 而且 不是还有最后一块吗 我是食人公的见错人 求求你别让我 于西 这段时间我想明白了一件事 这一招心事或许我脱不得生 但这不是你的宿命啊 于西 你有选 你有选 你有得选 懂吗 别跟着小不脸 我就是出来吹吹风 回去找你的于西姐姐去 阿桑还没有好 这回估计还一个人生慢性呢 于西有什么用 而且是于姐姐让我来跟着你的 于西当然有用了 他虽然嘴上不说 他却一直把你当命美看 你去逗逗他 别叫他一个人气坏 没 于西哥 你这里都朝这走 旁边就是墓高窟 你这想来干嘛 求神拜佛家于姐别生去哦 人小鬼大 会回去照看于姐姐去 哼 说我是和一一飞跟着你似的 走就走 哼 同样都是佛窟附近 但这回 就没出现那古怪的声音 没人在我耳边说那些奇怪的话 看样子 那古怪的声音 果然和科盘有关系 但音效侠碰科盘 也没有听见 这么说来 科盘和我之间有关系 这估计才是于西和专者 安排我来找科盘的原因 于西 你到底瞒着我些什么 没想到吹曲子的 竟然是他 这曲子 为什么他竟会吹这首曲子 一呼以风呼吾恶 永有归 这曲是这个意思 那红绿姑娘想必也有这个现象 你怎么还能吵起来 你怎么知道我们起了争执 碰起来肉脚的课上听见我们说话 那个小小课就离开 不会想跟上来 但又担心那个红绿姑娘 就那晚跟着来瞧瞧 不曾想听见你吹这个 这十八曲 并想起这词来 我不是问这个 是想问你怎么知道这曲一头历史 小车听人说的 听见曲子不怎么 不知怎么都突然想起来 听人说 听谁说的 说了你也不认识 你这曲子 当然听来的 梦里也梦见的 你怎么也心事重重的 终于见了一个人 我本以为我不用一个人 但没想到那个人像是不打算陪着我 那个人 一个对我很重要的人 我以为他在一起很久了 他陪着我 交打我 我总以为一切会继续那样下去 但似乎这是离家 他变了 不过无所谓吧 我父亲就该出现了 你嘿嘿嘿 嗯 奶奶在笑声 谁在笑 谁 出来 不叫那装神弄鬼的 别追了 你不是那头人的对手 你觉得这个麻烦吧 黎鹿姑娘 黎鹿姑娘 到我身后来 我保护你 我可用不着你保护 黎鹿姑娘请放心 我会保护你的 用不着 并且作证吧 我白手 就知道没那么简单 白手 原来是我们的伏击 废话少说 南米奶 磕盘都不在我这了 这是白手一清二楚 怎么还来 哼 哼 李勇 你没事吧 小朋友 怎么 不愿意让他们知道我们认识 你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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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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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不会让我来找你 懒得猜 是不是都没意义 动手吧 哎哟 我可没想着和你动手 只想为你去 余悠 你这名字可不吉利啊 你难道不知道吗 与你无关 与你无关 嘿嘿嘿 死姐千山幻行客 不知身世未归魂 你一开游戏的时候 可有想过会被追杀的一天 閉嘴 闭嘴 往后别再姑娘闲逐事 柯盘又引き来想奶 想奶也没多少用处 帮住你自己的小命 我還想知道時間 還想這個曲子 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玉池哥 玉池哥 既然你朋友來了 那我就先走了 改正再見吧 玉池哥 你又有姑娘了 剛才的妖魔 什麼姑娘啊玉池哥 玉姐姐不見了啦 什麼 你別著急 慢點說 什麼叫玉池不見了 哦 那一會兒不是和玉姐姐吵架嗎 一一就出去逛有掛 再回客棧就看見這封信 阿良 姨姨 我走了 你們不必來尋我 刻盤之士累起天下昌生 於西城食人公恩德 為食人弟子 不應缺師尊之命孤之而去 然此番禮山所見諸事 非但與你們之莫大震撼 與我同樣如是 行年入宮時 師父惠我 累起天下的輕鬼刻盤 就藏於食人遺鬼內 我的使命便是守護他 那日起 我時常會到那巨大的遺鬼下 看著他 看著我的宿命 後來 師尊帶你來到山中 我的使命從守護兩塊刻盤 變成站在你的身邊 在視線之中 在猛火的筆端 你中間成為遺鬼的載體 延續他的使命 其實我從未相信那些 虛母飄渺的說詞 我總覺得師尊可以獲得科盤的安全 可以獲得天下平安 我只要搖一搖 遠遠地看著你 聽著你吹那支半截曲 就好了 可一夜間 師尊歸天 師尊湮滅 一切消失殆盡 我的使命在我未曾準備好的那個 重難到來 或者說 其實我從未準備好 我未如師尊其舉辦 果斷抉擇 也未如本心其舉辦 放棄一切 我只是猶豫著 直到你結問 終於失破了我虛偽的掙扎 從一開始我就不知 我 究竟是誰 那些走入師尊公大殿前的前程 自以為忘卻的過往 其實都沒有消散 他們能束縛於西的魂領 讓他的今日與過往之間有你 我 需要去了結那一切 或許塵埃露地納克 我就能知道 我究竟是誰 我究竟該做些什麼 阿良 不要來尋我 我想你已明白 我自己究竟是什麼人 而你想要的自由 不需要我 這是我自己的選擇 無關於其他 你喚醒的我 卻並非是我自己選擇的根源 只要你自己走的路吧 或許當我迷惑了那日 我自己也會回到你們身邊 于西 悟念 于西 怎麼辦 玉兹哥 我們現在怎麼辦 你別囊了 讓我想想 于西一個人要勸她找科盤 該是有人告訴她的地方 行李都在我這 他路上一個人走 那怕是 最近也承認是哪 一一看一看 什麼陽光城 陽光城啊 我們這就走 往陽光城的方向去 將軍 你是接著祖上的命令 來這福吉聖女的 不是我 是池殿 他看見了我 說是要殺玉池了 這我能不動嗎 九 記著 祖上以知曉 你投靠聖女 那小密知曉 哥本來會順著地脈散路的事情 他也知道天雄人在尋地脈 以他 當會自行那陰無邪接觸 眼下他應該是顧不得你 要嘛我們還是 嗯 將軍究竟要說什麼 九印聽不明白 九印 我們 祖上不會放過你的 他從來就沒有把你當回事 這與將軍無關 九印上去匯報聖女 將軍 九印謝過你的好意 也謝過你曾會將聖女以我之行事告知祖上 不管將軍這幫究竟為何 九印謝過你 將軍 來自再見吧 九印 我們很久以前就見過 那時候 其實你並非被創出 創出了人偶 你 你就一點點 一點點都不記得了嘛 蛤 他講什麼 他們以前見過面 他們是誰 天啊 我想不起來 我跟 沒跟你 我有一個哥們叫玄奘 最喜歡這光頭長得帥說還有好聽 性情也是一等一啊 不過經常跟你提過的人這倒不是玄奘 而是玄奘的一生之禮 當年玄奘在天主佛法大臣後 帶了六百五十七金卷回到大堂 宣教他將這中原分當的佛學典義一統以變天下之能修行 於是還在長安開經 變大會請天下各宗法師來變 這變經啊 一百多日啊 玄奘一一相會 據以佛法論以典籍 諸如此之變無可變 只能稱讚 玄奘 佛法精妙 就在這種人都以為塵埃落地的時候 一荒嬌小事的無名小人看到床圓旁大聲立賀 七世道明之輩 隨後疼喊而談 女稱歸來西京六百五十七 藍石為六百五十八 如未盡目入啊 萬言欺世的安敢於此變伐 他在坑江之詞說的四座皆經 各路高針認是沒想到還有這種角度 為了表達自己對這小人的敬佩之情 世人在評比此人的時候 都不敢直呼其名啊 依緣而論可聲 轟炎變異奇鬼可稱 精妙合二維一得出旗號 紅金致詞 這個字怎麼唸啊 文明天下 其後效法者被遷 哇這太難了吧 小布臉 你來的時候有看見理由嗎 美人兒沒有啊 我在月牙前邊的時候就只瞧見你一個人 你之前都遇見美人兒了 嗯 怎麼了 沒事 只是突然瞧見 沒想到一些事情罷了 理由 這個每次出現之後 似乎都會發生什麼事 第一次遇見他 距離家下之窟不遠 只有我們去梁州 竟然是那個遺跡 這一回 月牙群變得是 又是怎麼回事 你為何說你夢中聽見半截曲折和憂臣有關 其中究竟我也說不上來 不過這個夢仿佛住了很多年 可以說是有機一開始就有這個夢 夢裡是大片藍色的光芒 我似乎還裡面看見了巨大的技巧 在為了離開十人公之後 我以為那是十人遺跪 但後來見了架下之窟 那和我夢中的地方更接近 遺跡哥 其實你覺得自己夢境的地方是幽城 應該吧 據我所知 也只有架下之窟與柔和的幽城有關聯 在架下之窟的走廊之上 我也聽念這半截的曲子 所以 幽城你究竟有什麼 幽城除卻是柔和神 將校面世之外 還有什麼特別的呢 和我 又有何關聯 啊 我記得吳將軍還是孤刀前面來著 所以父母可能經過幽城 或許吧 你不覺得 這事很不好 嗯 遺跡哥 你在懷疑自己的身世和幽城有關聯 那就算有關聯 又有什麼關係呢 人啊 沒法子權的身世 秀勢糾纏 其實黃泉之水 也無法洗激清楚 但命運的線卻生於掌心 雞封 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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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